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方面介绍几个就是在超级组里面很典型的进程间通信的方法 涉及到信号 管道 消息队列和共享内存 至于这个信号和我们之前讲同步故事说的信号量数不是一个概念 这里面是signal 就英文signal的意思 我们会逐一给大家开始讲解 首先讲一下这个IPC的一个概述 就是进程间通信的概述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程间通信 记得大家如果在回忆我们之前讲超级组课的内容 知道进程之间要相对保持独立 一个进程不能随便访问另一个进程的地质空间 这是我们之前讲内存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保护进程地质空间不会随便被不相干的其他的进程访问 这样可以确保整个进程能够正确的运行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也知道就是进程和进程之间 他们可能会要协作在一起完成一个大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去有一些沟通 相互之间的通知以及相互之间的数据的传递 那这里面其实在保证相对进程的独立性的同时 我们还需要去确保这个进程之间的能够有效的沟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进程间通信 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进程间通信有很多种机制 大致来说我们能够很自然的想到就是有send receive 发送消息和接收消息 这是一个 如果说我们两个进程间相互之间要发送接收消息的话 那么他们要建立一个通信的管道 就我们通常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都是一样的 这个通信管道有很多种情况 你可以说基于内存 基于某一个特殊的硬件 基于一些逻辑的一些资源等等 都可以来建立通信链路或者通信管道 那取决于我们具体的实现 那这是我们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左边这幅图可以看出来 它的通讯就是进程A和进程B的通讯 是一种间接的通信 为什么这么说 你可以看到进程A 它把消息先发到内核里面来 操线内核里面来 由内核再转发给进程B 这是一种方式 而对于我们右边这幅图来说 你可以看到进程A和B 直接可以通信 避免了通过内核倒一次 就可以看到一个像 我们可以类比为左边 叫间接通信 右边叫直接通信 那我们日常的社会中 怎么来对应呢 我们的直接通信 类似于我们打电话 你看你想想 一波两个人 之间就直接性沟通了 而左边这个 也点类似于发信 发我们这个邮件 现在很少有人发邮件 但是确实以前 在电话还不普及的时候 大量是发电子 发邮件 不是电子 发邮件 那邮件是先送到哪呢 还有先送到邮局 这邮局先都是先转的邮局 邮局再帮你投递到合适的地方去 那么这就是一个间接发动的过程 可以看到 我们通常在操线里面 常用的两种通信的一种模型 和我们通常生活中 还是有直接的一个对应的 好 那为了能够实现 为了能够实现这种有效的 正确的通讯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你要送到哪去 对于直接通讯上 你要知道 sending message的话 那么这个你要发给谁 这个进程 哪个进程进程有个ID 你要发给哪个进程ID 这个要表示出来 那个receive也是一样 我要从哪个进程接收数据 那么它都有一个很明确的 你这个目的方的一个表述 第二个这个链路建立 这个链路可以说是 需要在正式的发送和接收数据之前 我们需要有一个通讯链路的 一个提前的一个建立 这个建立可以是单向 可以是双向 那取决于我们具体实现 一般来说 你两个进程 真要进行通信 它必然要存在一条链路 无论这个链路 你只是为了单向发 一个发 一个负责只是发 另一个负责只是收 或者说可以同时收发 那就在于我们的链路怎么建立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链路的建立 你需要超系统的支持 才能够把这个链路建立好 因为这个链路实际上 是打破了 打破了不同进程之间的隔离 没有一个超系统的支持是很难 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超系统 它因为可以 访问到所有的内存资源 访问到所有的计算机资源 就可以来建立这种通路 那对于建议的同学而言 那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首先 我们要把一个 你的消息要放在某个地方去 你要send到某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一般是我们超系统 指定好的一个共享的一个区域 这个在内核的一个区域 然后接收方 它就也是指定说 我要从超系统哪个地方来接收数据OK了 至于这个数据是从发送方 到什么地方来的 它其实接收方不用care 同时也是一样 对于发送方而言 到底谁收了它的数据 它也不用关注 OK 它只要关注说我要把一个数据丢到某个地方去 或者我要从某个地方收数据OK了 中间这个节点 一般来说是一个内核中的一个 一个共享的一个资源 这是一种间接通信的方式 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 通信的一种手段 但是你可以根据你的 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 这种通信手段 好 对于建议同学而言 它也是一样 它是说我要把这个消息 人家如果说要用一种原语来表示 也是有send receive 只是它这个send到哪 send到是一个对列 或者其他一个存储你消息的地方 OK 它不是一个说你最终的目的地 receive也是一样 我从哪个地方来取 从中间的间接节点 中间的一个间接的一个缓冲的地方 来取得或者发送数据 这是它的一个操作过程 所有的操作结束之后 你才把这个所谓的消息列列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删掉 来使得这个间接的空间 因为缓存的空间 就没有用了 就给它删掉回收资源 这是间接通信 OK 这是从这个发送的这个路径上来看 就是它到底发给谁 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 第二个呢 我们还可以通通过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这个消息发送 或者是消息 还进行间通信的一种特征 是什么特征 就是阻塞和非阻塞 是blocking和unblocking OK 这对于lunblocking来说的话 它其实就是说异步 我们简直说非阻塞或者异步 blocking是称之为阻塞或者是同步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它是字面上的意思也比较直观 比如说我要发送一个消息 那么如果没发送完成 我家主射这样的 只有发送完成之后 我才会正常的返回去干下面的事情 这就是同步或者是阻塞的一个概念 非阻塞就是说我发送 比如说我以发送为例 那么非阻塞发送 我send就完了 至于send成功一否 还不知道 但是send的操作会很快的返回 这是非阻塞 它也是用异步方式 因为最后成功和结束的时间 可能和send本身return时间 是有一个gap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间距 间距是异步性的一个体现 这是两种方式 那么它们有各自适合的场景 并不是说一个可以代替另一个 我们要选择 也是根据我们的具体应用需求 来选择一种合适的手段 到底是采取阻塞的方式 还是非阻塞的方式 或者是同步的方式 还是异步的方式 来完成消息的发送或者接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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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